皆さん ようこそ 我是熱愛卡牌遊戲的魔王城老闆 羽鳳叔叔 又到了月底按照觀念當然有平衡更新啦 不過我原本猜想依照Sidegames的鳥性 一定會說除了龍之舞以外的職業都很平衡 除非buff卡片 而最需要buff的當然就是 三個版本都救不起來的大大龍 結果呢 官方居然做了逆連最大最好的一次平衡更新 八個職業的卡都有做到調整 你們所能想的現今所有的T1熱門牌組 像是蟹木屎協作皇救急屋 自殘吸血鬼通通中刀 這樣還不夠表現較差的職業也稍微受到了buff 但還是有些我認為比較可惜的點 之後再來聊 先來看看這次官方到底審卡了哪些卡吧 首先第一章 米斯特逆娜與貝利昂 由原本的六費砍成了七費 以前總是戲稱皇家沒有七費 現在則是直接砍回成了七費 叫正回歸 原本六費的效果啊真的是太扯了 根本就是以前的米斯特逆娜的效果 然後再加上一個優化 還能夠搭上王子劍閃的氣速buff 光是裸拍就強的跟什麼一樣 而如果你有辦法七到數的話 還可以回3.PP 加2加1 就等於說現賺了6點費數 婦女雙人組的強度啊 就像是復仇者大部分牌都要放寬容一樣 這樣砍才讓他回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費數 如果也因此撤退皇受到了影響 接下來艾莎公主有話要說喔 請大家用最強的男人阿爾貝爾來代替過時的婦女黨喔 第二章 大奶怪的聯合魔法跟救急魔法 首先聯合魔法由原本的一費改為成了兩費 而且他的效果啊 如果我為XX改成了8以上 救急魔法則也增加了一費 以下這環境來看的話 他直接砍了三種效果 其實我認為只要救急加一費 搭配到聯合或是種類 其中一個加1就已經算是很大刀了 如果PSIGANS似乎覺得這樣不夠就全部加上去了 以後征服巫師會更靠準時上手的玉石巫師才能夠打出強度 如果沒有辦法六七八費開出那一波很大的場面 要贏的難度就會提升蠻多的 我曾經有想過啊 這張牌要怎麼改 會還蠻不錯的 就是很簡單的就把融合的順序給交換一下 感覺也蠻有差的 首先把第一次融合的效果啊 改成智慧之光 第二次融合變成了聯合魔法 當你在起手大奶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抽綠 而當你沒有進大奶的情況下 你就比較難靠右手抽大奶 之後到當回合的聯合加上借錢控場還有斬殺 並且因為強迫融合兩次才能夠拿到聯合魔法的緣故 會讓你融合更加的吃緊 你可能會想說 都會有智慧之光不就是會更加的順嗎 但是你要想說 以前你可以只為了拿到一張的聯合魔法 就只用一張大奶然後融合一次 接著用另外一張大奶去吃掉原本融合一張的大奶 這樣你就可以去省一個 從者數 而現在就會強迫你要多一個回合 才能夠吃到聯合魔法 當你連續來很多大奶的時候 就會全部卡在一起 而接下來如果從者不進來 你就完全卡死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修改也是挺不錯的 當然究極魔法還是得要變成六費啦 剩下就是看聯合要加一費還是種類加一 我認為因為這個改動的緣故 將來巫師會全部都變成半術 以及進化巫師 尤其現在的進化巫師真的是挺強的 也是現在滿主流熱門的牌組 雖然這刀真的有點重 但其他職業也下去了 就精關其變吧 下一張 被得的慾望 由於原本的效果 改成了 蟹木曲給予敵方的主戰者 也可以是點傷害 也可以是為這個從者的原始攻擊力 蟹木曲恢復自己的主戰者 也可以點生命值 也可以是為這個從者的原始生命值 這個很明顯就是因為兩套的T1牌組都中刀了 當然就是要砍同樣也是T1的蟹木曲死靈 現在蟹木曲死靈最強的斬殺就是用戀仗死靈法師 去貼二到三張不等的慾望 然後你自己把他刀掉就可以炸死對方 即使你有去架盾 甚至是蠻血都有可能會直接斃命 這一刀有效限制了蟹木曲死靈的爆發 同時間也讓其他倚靠千斤的牌組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你可以用蟹木曲去回到更多的血 未來練戰 頂多就只能做到一個單回合的5加3加3的爆發 這是很嚴重的一刀 如果像是機械節奏史 純快攻史就漸漸可以玩了 這點我還蠻贊同的啦 文心提醒一下 貼了炸彈的從者進化後 並不能提升傷害喔 這樣也就變相的宣布 無限制的海王炸彈 還有就是滅殺之凱炸彈 就不能玩了 不然這些牌RIP 接著下一張 夜空吸血鬼 由原本的能力改為成了 每當從泥蝙蝠進入到自己戰場時 給予該從者突進效果 打開暗影師戰所有卡來看 能夠閃點撲三張 還能夠即時打傷害兩點的 就只有大小姐這張卡片 根本就是破天荒的三廢神卡 所以這張牌遭到那幅可以說是合情合理 以後就只能單純拿來純鋪場 在10倍時你也不能夠做到一個多乘兩點的傷害 甚至在中期的時候 也不能直接打主戰者補血了 所以這個坎是合情合理的 沒有特別需要補稱說明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buff的部分 首先第1張 福利家 由原本的7廢式改為成了6廢式 效果是一樣的 但是這張牌的問題很明顯 你必須要在6廢前使過4種 才能夠讓他免費進化 所以說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其實這個降一廢也沒有說 太好的buff 他加強就只是他準時打出來的上限 從原本完全不能玩 變成一張堪用的卡 算是這版本中buff影響 較小的一張卡 再來就是被玩家瘋狂嫌棄的主戰者 微笑絕傑 羅文 由原本的能力直接變成了 入場曲就可以直接拿到黑龍的詛咒 就等於說你可以拿到多張的黑龍的詛咒 而黑龍詛咒的效果也由原本的改成了 只要覺醒狀態已發動的話 則會公開自己手牌中的這張卡片 並隨機給予敵方的主戰者 獲一個敵方從者兩點傷害 因為前面的那個能力修改的緣故 你可以手中拿兩張的詛咒 做到一個亂射 再搭配到羅文給的護符的效果 單回合就可以做到3點3點的直接一個閃點的爆發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羅文的詛咒最多就是觸發兩張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羅文應該會在未來變成兩張的標配 對於進化體系來講的話 這張卡buff是一大福音 你將來不單單就只能倚靠神魚加上風神的combo 做到一個OTK 未來光是就是有一張的羅文的護符的情況下 就可以用聖喬治搭配到古力母就可以單回合的OTK了 羅文終於長大了 好感動啊 緊急的是 精靈的原始的惡神 增加了一個機咒一 使自己一個從者或一個自己的護符返回到手牌中 隨機給一個敵方的從者三點傷害 就等於說是對空射擊啦 這張牌啊 從原本的超爛夢想流派的金卡加了這個回首啊 馬上就變成一張神卡了 這版本的精靈除了迅風妖精外 都是惡廢的回首 導致連擊很難做得出來 也不好做到一個貓咪回雪花回的斬殺 而且妖花捕食者啊 還不能回護符 這樣也等於說是不能跟亞里莎跟天公人馬的護符 做到一個combo抽率 這張牌這樣改之後 我特別期待他在進化妖精牌組當中的表現 在這張牌當初剛出的時候啊 我就有拿這個本體的效果啊 拿來跟飛翔未來做到一個搭配 你只要協作的次數有滿足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直接用飛翔未來 開解放奧義的效果叫做葛蘭與吉塔 然後葛蘭與吉塔就可以拍兩張 然後直接做到一個單回合的20點的OTK 那也可以就是在有拍過二整的情況下 自己去回首 葛蘭與吉塔 再拍出 葛蘭與吉塔 也是單回合的OTK 而在改版過後啊 你也能夠在六費的情況下 去回首贏貨 那接著做到兩次連擊就可以排出保衛領域的胡爾戰士 做到單回合的刷兩次的進化 這個改動大大增強了精靈這職業的可玩性 是此次最有感的Buff 接著輪到最後一個職業了 妄想少女A 露娜露 由原本的無人力改為成的 入場局 如果本次對她中自己以被破壞的從者數為10個以上 只會使這個從者進化 光是能自己進化就是一張蠻有效的進化卡了 而且她是羨慕群拿到靈魔的緣故 等於說自體進化 你還可以多拿一張靈魔去做到一個運用 不過將來她需要綁定要破壞10張才能夠搭配的緣故 我自己是認為只有傀儡體系可以使用到這張牌 那將來傀儡會走向比較像是進化體系的 用三紅巨偶 露娜露還有無名絕翼來堆疊進化 最終靠寬農以及風之君神收頭 讓傀儡終於不再是一套只能靠寬農收頭的牌注 話說這版本在後期時我都用傀儡做到一個爬分 但能夠用到李希特收頭的場次啊 我可以說是零的 所以我相信在改版過後啊 災禍刻印的相關牌全部都要拿掉 換成進化軸體系 好先來說這次改卡的結論 這次應該是改版三年多來最舒服的一次修正了吧 全部都有改在痛點上 補強的地方也不像是之前 補了一張體系外完全不相干的卡 雖然說伏地甲有點像是這類型的 但這次終於看到平衡設計師有在做事 沒有在混了 而大家積怨已久的借錢 與婦女都下去了 真的是重重的打了我們這些 相信Sidegames尿性的老玩家的臉 這一手打的可真是好啊 但我還是要小小抱怨一下 其實龍族 Buff羅文是要改沒有錯的 但羅文完全沒有幫助到大大龍 那這版本的大大龍還是扶不起的阿斗 到底為什麼不修改那些同銀卡 或者是龍巫女呢 我真的想不透 相關的修正的方式我有出過一部影片 然後我有在留言制定 所以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為什麼官方不朝這些去做到一些Buff 我真的是想不透的 看來阿我們只能玩好的方面想就是 至少T1牌都下去了 大大龍也算是變相的變強了一些吧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有點期待官方會加強土硬 略時巨像說真的 就是TMD有夠爛 不放都還比較強 當初還在想說平衡更新的時候或許會動到他 但這次也沒有 如果這是土硬回歸的第一個版本 或許我也不需要那麼的心急 所以我也就只是想要小小的抱怨一下 那麼 對於是這個改版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如果我有講錯或者是想補充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我是熱愛卡牌遊戲的魔王城老闆 宇峰叔叔 我們下回見喔 掰掰 掰掰 by bwd6